这全上海滩 有几个人有那么大的能力啊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让小日本来祸害咱中国人吧 就是啊 我们可以智取 智取 怎么个智取 我们可以把仓库里的军火 做个调包 太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些守仓库的警卫中 有我自己的兄弟 还有一些呢 咱们可以把它调开 一些难用的 舅爷 你想办法处理 只要不伤到人就可以 这好办 现在的问题是 这些调包出来的军火 怎么办呢 我说给我弟兄问用吧 你又说不同意 你说怎么办 我有个朋友 说是前线 需要军火打鬼子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以前不是一直在跟我们家心仪搞抗日旧王运动吗 以前你们活动啊 我抓过也管过 那也没办法 是上司的命令 我不得不这么做 可现在 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我支持你们这么做 子清 是真的吗 我以前 怎么都没听你说过 回头再慢慢跟你说吧 不管怎么说 只要对我们有利 我就让手下人去办 呼应就是了 好啊 爸 我也要去 算我一个啊 静如 我们三个去就好了 你就不用去了 是啊 你一个女孩子家就别跟着掺和了 好吧 爸 不过子清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顾探长 一到这关键时刻 就没人关心咱这老爸了 爸 来来来 真香啊 白兰花又开了 这花还是原来的样子 可你我都老了 难为你 每年今天都记得送我白兰花 坐吧 您的生日 我怎么会忘了呢 算了 也不是整寿 让厨房做完寿面就行了 你看张家现在这个样子 我哪有心情做什么寿啊 您别这么想 您都操劳一辈子了 一年就这么一次 图个喜庆团圆嘛 看来只有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老夫人 他们呀 老夫人 老爷太太正在搬东西 搬东西 搬什么东西 他们大包小包搬了好多 好像是要搬家 搬家 你别急 我先去看看 走 快点快点 快点 动作快点 这么麻 快点快点 放到后面 这两个箱子放到前面去 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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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 放在这 这些东西你就不要拿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新房子里什么都不缺 我们就带一些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吗 这些东西都用了几十年了 都用习惯了 哎呀 我说你也真是的 在家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搬家呀 好了 你赶快收拾吧 这是女人 真的 大老爷 你这是干什么 要搬家吗 大老爷 你就是要搬家 也得跟老夫人商量一下 就是 我说何叔 这里轮不到你说话 我这个家 我想搬就搬 想住就住 大老爷 难道你忘了 今天是老夫人的寿臣 是啊 老爷 今天是妈的生日 不管怎么说 我们也该为他老人家吃完寿面吧 算了算了算了 都搬到这个份上了 先搬吧 大老爷 哎呀好了我跟你说 大老爷 妈那边我会跟他说的 你听我说 别别别别 哎呀你闪开 何叔 让他搬 妈 我想搬出去住 这样做生意方便点 今天是你的生日 是不太合适 可是 我都安排好了呀 走吧 都走吧 哎 老夫人 哎呀 哎呀 妈倒生气了 费什么话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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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今天是老夫人的生日 是啊 那我送什么呢 我还听说呀 本来每年的今天都要办寿宴的 可今天老太太只要做碗寿宴就行了 那为什么呀 不知道 我还听说呀 今天一大早 大老爷大太太还搬家呢 连何叔和老太太都没有拦住啊 你说这大老爷也真是的 这什么日子不好办呢 非要今天搬 这让老太太多伤心呢 是啊 你看老夫人 平常对大老爷摆一摆顺的 而且前两天啊 还为他去帮会上乡呢 受了多少委屈啊 不过也奇怪啊 这大老爷 这么着急的要搬家 肯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算了 先不想这些了 元妈 你先帮我去买点贺礼 我要去给老夫人贺寿 哦 好 那我去买东西了 嗯 什么 东西被掉包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昨天傍晚的时候 我我还去看过 好好的 可可 可今早去看 就发现 给掉包了 哎呀 李大魁啊李大魁 你简直就是个废物 我把你安排在码头 就是让你替我管好这批货 你现在倒 啊 告诉我东西没了 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完了吗 村长先生 您千万别生气 我去找过守卫的人 他们都说 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我还找了昨天 巡逻的一个小兄弟 他说 好像 哎呀 好像什么 快说 是是是 村长先生 他说好像 昨天晚上 总经理去过码头 码头上 还开出去过一艘船 张子清 对 他会不会是 因为我已私欲 军火的罪名 让警察去抓了他 他要报复我 要不 他就是抗日分子 我要去张家探探 虚实 我已私欲 私欲出发 就是这四月初吧 老夫人 您就想开点 儿大不由娘啊 您就别生大老爷的气了 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不止啊 你有什么话就说出来 千万别憋在心里头 我苦苦地撑着这个家 我就是想把家业留给他嘛 怎么就不知道我的苦衷呢 老夫人 您做的太多了 正因为您做的太多了 大老爷他才会这样 您也怪我 我不是怪你 您对大老爷太好了 就是因为太好了 大老爷都不明白 您的良苦用心了 你是该怪我 谁让我只剩下锦尘这一个呢 几十年来 我总是梦见那一个 可是他在哪呢 如果他在 会不会像锦尘这样呢 老夫人 您就别再想那么多了 想得越多 你心呢 就越疼 要不是老毛病又犯 中午的寿命还没吃呢 要不我到厨房 跟他们打个招呼 再给您下一碗 不用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 妈 我给您拜授来了 老太太 锦铃不在家 我替他 祝您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比我们府上 什么人都活得健康 活得长寿 您的眼睛越来越亮 耳朵越来越灵 胃口越来越好 腰板越来越直 难为您还记得我的生日 好了 进来吧 又不是唱戏 妈 您的生日 我怎么会忘记呢 我可不像大哥大嫂那样的 住得好端端的 非得搬出去 搬出去就搬出去吧 非得选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妈的生日 妈的生日就应该让妈 妈 您看我 请说一些惹您生气的话 我 那个 那锦铃去哪了 她去西塘了 也不知道她着的什么膜 那天夜里 睡得好好的 咚 坐起来说 我要去西塘 我要去西塘 说完 咚 又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真的去西塘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她去那儿 有什么事 不知道呀 哎呀 不管她了 妈 我给您定做了一件衣服 是请红墙师傅做的 您试试看好吗 妈 好看吗 太漂亮了吧 妈 哎呦 太好看了 哎呀 真好看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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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嗯 怎么样呀 昨天 一切顺利 哎 哎 你也给奶奶拜受啊 嗯 我也是 走 老板 清菜了 清菜了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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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吃饭呢 我今天有事 饭店关门了 我不吃饭 我想跟你打听的事 昨天你说 那个孩子被莲香的父亲扔掉了 你知道扔哪儿了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是莲香什么人呢 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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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肯定认识那个男的 是他叫你来找莲香 找儿子 是吧 对 来来来 坐坐 这孩子都扔了二十几年了 我都跟你说过 再说 这附近人家 也没听说有人捡到孩子 你再帮我想想办法 这钱你先收着 帮我想想 现在 想想 这钱不能拿 我该说的 我该说的 我都告诉你了 不信 你自己到附近人家问问看 不过 话又说回来 一般我不知道的 人家也肯定不知道啊 啊 哈哈 汤葫芦 汤葫芦 你们说好不好看呢 好看 子清 看看 奶奶穿这个是不是想唱戏的 真漂亮 老夫人 你看子清和静如姑娘 这么孝顺您 就是您的福分 行行行 谢谢袁姑娘 应该做的 老夫人 有客人来访 老夫人啊 我是不请自来呀 张老夫人 我是特意来给您拜授的 请笑纳 今天是四月初八 是张老夫人的寿臣 我没记错吧 村上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 我们家老夫人 是四月初八的生日呢 是张老太爷告诉我的 怎么 老夫人的寿臣 张大爷张二爷都不在呀 张大爷是搬走了吧 他搬家的事跟我说过 我还说了他呢 你看张老夫人这么大岁数了 总喜欢儿孙绕夕 何家欢乐 你看他就不听我 有劳存上先生费心了 张少爷 最近公司生意一定不错吧 怎么 昨天夜里还要去码头巡视 你可真够辛苦的 昨天晚上我们少爷一直在家 根本就没有出门 是啊 我昨天晚上跟子清在房间里 聊了一晚上的天呢 老夫人 您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你呢 年轻人喜欢聊天很正常嘛 没事就应该在一起多聊聊 尊上先生 您是不是记错了 尊上先生 谢谢您来给我拜授 您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我是专程来给老夫人拜授的 心意仪表 我也该告辞了 张老夫人 张少爷 咱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不送 恕不愿送 老夫人 这个日本人 又想搞什么鬼花头啊 老夫人 算了 不要让他扫了我们的信 对对对 继续过生日 好 咱们继续 走 走 莲香 你在哪儿 我的孩子又在哪儿 叫他 对不起 对不起 沈哪 求你帮我找到这个孩子吧 我已经找不到莲香了 我不能找不到我的孩子 先生 先生 你不是西趟人吧 我是从上海来的 听你刚才的话 你好像在找孩子 是的 我们变了这里所有的人 他们都说不知道 你不要急 那你的孩子 现在多大了 他是二十年前在西塘出生的 算起来 应该有二十岁了 你别急 先生 不瞒你说 我曾经收养过 两个男婴 有一个是二十年前 收养的 真的 他们人呢 你别急 你听我慢慢说 二十年前 我到西塘团教 当年 收养过两个孩子 一个 现在二十三岁 另一个 当年被遗弃在教堂门口 现在已经二十岁了 那就快告诉我 那人呢 我姓李 叫李皮特 我第一个孩子 给他取名叫李大奎 长得五大三粗 他喜欢西武 后来当兵去了 那 那还有一个呢 第二个 长得 美情木秀 我叫他李汉昌 他从小在这里打杂 平时我教他读书 他很用功 现在 他去上海了 投靠他的小兄弟 二生去了 好像 在那里做得不错 那 那他有没有回来过 回来过 但是这几天 我没在 他回去了 那 那他有没有留下 什么通信地址 有 你等一等 我给你去找一找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这丫头可真有心 以前我那样对他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拿下去吧 我也觉得静如姑娘不错 您哪 还不如顺破下驴 说什么呢 谁是驴呀 我呀 说顺嘴了 我是驴 这袁姑娘啊 确实不错 是啊 今天您过生日 本来他不知道 可人家来了 可是该来的人呢 一个都没来 行了 那行了 你是不是看我心情 刚好一点 好了好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老夫人 我有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说 坐啊 谢谢 远姑娘 有什么事就直说 我是觉得 刚才那个日本人来贺寿 是不怀好意的 那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让日本人 不是我 是我们 你们 你们是谁 子卿告诉我 说他私运军火 那是假的 但是这批军火 确实是真的 就存放在 张家码头的仓库里 而且 这些军火 都是日本人存放的 整件事情 都是日本人在捣鬼 嗯 我也早想到了 他们让我 跟他们合作 我没同意 所以他们就 老夫人 事情没有您想的 那么简单 他们是想利用 张家的船 还有张家的港口 来运送这批军火 到北方的日军基地去 然后 再用这些军火 来打我们中国人 这帮日本人 太可恶了 侵略我们的国土 还想让张家来 当千古罪人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哦 子卿让我去找我爸帮忙 正好碰到顾探长 和我爸 正在商量这件事情 所以在昨晚 我们就把军火调包了 呦 太好了 那 现在这批军火呢 哦 子卿已经用船 把他运到抗日前线去了 所以 我觉得今天 那个日本人来 应该是已经发现 军火被调包了 哦 怪不得村上问我 昨天少爷晚上 到哪儿去了 被我的瞎说 给撞对了 那 子卿他自己 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 哦 我们说好了 谁也不能讲 要保密 子卿 他可能是怕 您老人家着急 所以没有对您说 但是我觉得 还是要跟您讲一下 万一 万一那个日本人 再来的话 也好远个应对之策呀 嗯 嗯 我想 杨姑娘 那你看这件事 应该如何善后 老夫人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呀 就以不变 应万变 那个叫什么村上的日本人 要是再来的话 不管他问什么 我们都说 没有发生过 反正这件事情 他也不敢往外讲 死无对证 我们呀 就让他吃个 哑巴亏 嗯 局长大人 村上先生 您又来了 这次有何规竿呢 不会又来报案子吧 啊 让局长大人猜对了 我又来报案子 村上先生 这回又报什么案呢 我存放在张氏船运公司 码头上的一批货 被人调包了 请局长大人 帮忙给查一下 调包 有这等事 昨天晚上 究竟有哪些人 出现在 码头上 烦请局长大人 费心查一下 村上先生 我会派人去查的 这个您放心 那就拜托好说 啊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不可 得抓紧时间干了 截至军军火的事已经成功了 你就别这么拼命干了 好了好了好了 子清 你的伤还没有好 要是再这样下去啊 你飞并垮不可 这样 咱们出去走走 好 出去走走 走 局长 顾探长来了 来坐坐坐坐 你找我啊 这个有件案子你得去查一下 刚才村上来过了 他说他有一批货存在张家码头仓库里被人调包了 你去查一下 前天晚上有什么人在码头上出现过 局长 这事儿我劝你还是别管了 为什么呀 查案是我们的职责呀 局长 这事儿我可是听说了 你知道那个村上在仓库里存的是什么货吗 什么货 是军火 军火 他有这么大胆子 局长 那个日本人村上他存军火干什么用 这您还不清楚吗 您还想查 是谁掉的包 掉走的军火干什么去了 那可得罪了江湖上的朋友了 而且尚风知道了 你也不老好啊 再说 现在抗日情绪那么高涨 你还在为日本人查军火的事儿 那老百姓要知道了 那你可就寝食难安了 你这个局长的位置可就 那那那那那那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再说了 哎呦哎 这那那个村上他也不是等闲人物啊 如果不查 他要捅到上面去 那 这个你放心局长 那个村上他自己心里有鬼 你只要告诉他 说这事你已经查了 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儿 他这个哑巴亏啊 是吃定了 那他仓库里头都存的什么货呀 日用百货 哇 哦 好 就这么办 哎呀顾探长 你真行啊 不枉费我再陪你这么多年 对吧 嗯 就那那我是 太阶了 我就准备了 我还没什么事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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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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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